柯文哲他說你的仇恨值高 然後年紀大不適合選台北市長 會覺得他衝著你來嗎 他指的是我對人一向沒有仇恨 那是他對我仇恨值高還是這樣 基本上我們不應該帶著 這樣的一個仇恨來做選舉 我們是因為要來跟台北市民做服務 希望台北市能夠越來越好 所以沒有所謂仇恨值這樣的事情 年紀大呢 年紀大不能歧視年紀大的人 年紀大的人有服務的權利嘛 那個疫苗採購都完全塗黑 那根本就是在做半套 沒有完全的公開給地委看 那當著幾人在開著幾會議的時候 就要清楚講出來 不要在事後再來講 那這樣會議開不完 今天開了會議 然後照著會議拿出來 拿出來的東西你不滿意 你就講啊 因為並不是只開一次會 開了很多次的會議 你就講說應該要怎麼樣 對不對 那合約上面有一些保留條款 有些情況 你就提出來要求啊 他是立法委員 是一個委員會的召集人 那也是釣月小組的召集人 然後他自己在開會 然後過了一年才說他看不到 那如果政府的效率是這樣子 那政府一定停擺的 去年就可以把這事情講清楚了 如果他有這樣的疑問的話 不會拖到今年 我覺得沒有禁責 感谢观看